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藥 我們現在打一下惡風王的災惡級墜落洋日 那因為有觀眾朋友問到能不能用刀劍來通關 這邊的話我們就來稍微示範一下 惡風災惡只有神機妖獸可以進關 人類是沒辦法的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帶大家用ALO篇章的同仁亞絲娜來通關 那同仁的話可以幫我帶上斷鋼聖劍武裝 斷鋼聖劍的話在ALO世界打 拯救優之海姆LV2就可以獲得 如果還沒有拿到記得趕快把握最後時間 好 那剩下的話龍科有自己的武裝可以帶自己的武裝 那你如果覺得轉租秒數太短 你可以帶上一些黑金等級或者是蛋糕來做一個炎秒的動作 好 那總之這邊是我的配置 如果你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我們開同仁的技衣 然後我們就直接去轉到567 三隻分別去把他帶走 好 那在二級的話會有手電筒 五齋以前啦 就是在五風齋二以前都有那個手電筒 所以記得看好再轉喔 好 那為什麼這邊的話不切換成亞斯納去無視故西 是因為第三關我們也會用到亞麗莎來無視無數 所以我們就藉由各自擊破來剛好達到這個回合數 就不用再刻意去洗了這樣子 好 那他們要打死你其實也要花一點時間啦 我說對面的狼人 所以你就在他打死你之前去把他打死就可以了喔 好 那我們就慢慢去把567轉到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 來 接著第二關 好 第二關這邊的話呢 有反手消火跟反手消光 可是因為你現在是同仁當隊長啦 所以其實你有達到5C的話 是可以直接無視反手消的 這邊就直接一樣大力轉就可以了 OK 好 接著來到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的話是數字23外加5屬喔 那稍微講一下 對面的攻擊很低 所以你看這樣子轉錯他追打過來喔 那個格擋值 完全幫你擋下來 數字盾你完全不用害怕喔 你已經確保你不會死掉了 好 那接著我們就是用亞麗莎來無視無數 那你就稍微去控制一下板面 你把那個板面弄成你比較好轉5屬5的 對不起 更正 你比較好去轉到數字23的板面喔 然後我們就直接去正常轉 5 10 15 好 看一下喔 OK 好 這樣子 反正你已經確定不會死了 就算你沒有轉到也沒關係 你慢慢把亞麗莎技能洗回來 都行齁 好 來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我們開同仁的忌餓切換成亞絲娜 好 來接著我們開獅音 好 我們開個豬孽 好 那這邊你可以把那個 好 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大力轉就好了 那個瘴氣你只要不要累積到百分之百都沒事 所以稍微避開就好 而且場上也只有兩格啦 所以不用太擔心齁 你如果轉完發現累積到100 你趕快黑科技也還來得及 黑科技就是滑掉APP再重新開一次遊戲 好 來接著二血的 第四關的部分這邊我們關加開同仁的技術 好 我們就只轉到光暗星牆就可以了 剩下你都可以用疊的齁 好 這邊我們稍微疊一下 就不要消到三屬就對了 因為他有那個 好 等一下 這樣就好 好 那工錢的部分亞絲娜有無視 所以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他是那個啦 光暗強化然後反手消三屬 所以我們就直接消光暗星就好 剩下都不要弄到齁 好 來 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我們可以再開一次同仁的技術 然後再切回同仁 好 那這邊一樣 大力轉就可以了 有無視顧C 不不不不 我在講什麼 有無視那個反手消啦 OK 來 這邊一樣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六 好 第六的話呢 一樣大力轉就可以了 好 對 這個灼熱完全不用怕齁 好 格檔就幫你扛下來了 好 那二血一樣是灼熱 只是從一點點灼熱變成更多的灼熱 好 那你就一樣大力轉就好了 好 來 接著第七 好 第七這邊的話一樣齁 我們就直接大力轉 好 那個8C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那個有妖竹竹啦 他就直接幫你加C上去了 這個是同仁第三周獲得的隊伍技 好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呢 變成顧C了 我們就切換成那個雅絲娜 啊 如果還不能切的話也沒關係 他也打不死你 你就稍微一回合偷一下 好 這邊我們切換成雅絲娜 好 那雅絲娜的話就可以直接去無視顧C了 我們去符合紅綠燈 好 好 那這邊轉完的時候 轉完的時候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那個水跟星的位置 好 因為第八關這邊鎖記 我的水珠會變成什麼呢 水珠變成光 新珠變成木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光騎手 反正你就水騎手啦 然後 對 他就5回合撐過去 這樣就沒事了 好 我們最後就是不要去銷到那個 新珠那一個 剛說新珠是什麼木嘛 因為對面有符絲騙你啊 所以你現在看不清楚本質 好 你可以把新珠放到最下面 讓他慢慢去轉掉 這樣也可以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直接大力去轉啦 就不要去銷到那個變成新珠的那一顆 好 OK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第二血這邊的話有回復顛倒 我們就直接開新 好 然後我們就大力轉就可以了 好 好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第九 好 第九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再切回同仁了 好 這邊一樣他有反手消水 可是我們可以無視反手消 所以就大力轉就好了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就來到王關 王關是最麻煩的地方 這邊稍微跟大家講解一下 他有反雙體共生啦 就是 只能一隻一隻擊破 你不能兩隻一起把他打倒 好 那這個要怎麼 一隻一隻打倒呢 我們先點左上角 其中一隻狼 一號位跟二號位 看你想點哪一隻 隨便一隻都可以 來 接著我們點三號位的核心 好 然後我們就是直接去轉 轉單體就好 你不要轉到全體哦 因為轉到全體的話 就會兩隻一起收掉 那就沒有辦法帶走他了 好 這邊收掉其中一隻之後 他會有一個手消指釘符石出來 那你就看你是收掉哪一隻 好 那我這邊收掉的話 導致的結果是手消全暗 那手消全暗會有反手消光 手消全光會有反手消暗 不過我們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剛剛有說過了 同仁有無視反手消嘛 所以我們這邊一樣 直接轉就可以了 好 那記得把全部的暗消到 你如果是遇到光的 就記得把全部的光消到 好 那打死其中一隻之後呢 這邊的話會有核心展開 好 那核心展開之後 我們就直接正常轉就好了 他這邊有50%盾 所以一回合最多 就是只能造成50%的傷害 好 那造成50%傷害之後呢 來 又回到我們剛進關的樣子了 所以左上角 我們先取消任何的鎖定 好 就把它取消就對了 然後跟一開始做的動作一模一樣 先指釘其中一隻 然後第二個指釘核心 好 接著我們就是去轉單體 好 好 來 接著就是一模一樣的動作 看你 打掉的是哪一隻 好 我這邊現在打掉的是一樣 手消全按 然後反手消光 那我們就去大力轉 好 好 那一模一樣的動作做完之後 核心又會打開 那核心打開就是剩下的50%血量 這邊就直接 大力去把它收掉就可以了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呢 就是這一次的刀劍合作 ARO版本 通關這個惡風災惡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